欢迎收听V生命运数 大家好,我是Wendy 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主题 这个月份开始 接下来的每一个月的第一周 都要来跟大家分享 每月运势 通过生命运数的组合呢 我们要来帮大家预测六月份的整体运势 六这个数字呢 其实也代表着你追求完美 在这个月呢 我们会开始进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你会进到检视 回顾以及找寻方向的心情 这也是六这个数字的核心能量 它能够激发出人们 找寻自我核心价值的动力 并且鼓励人们要把握机会 与身边的人进行真诚的沟通 用积极正向且温暖的态度 来面对亲密关系 我们期待呢 通过三组跟月份相关的数字 通过你的直觉选牌 跟你分享和提醒 在你2021年流年当中 六月份你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及窝心的小提醒 让你自己能够提前做预备 帮自己增加能量 好抽牌之前呢 请大家重新计算 跟想起你的2021年的流年数是什么 流年数要怎么算呢 请大家把2021加上你的生日 那懒人包的算法呢 就是5加上你的生日 举例来说 我是10月29号出生的人 我就是1加0加2加9 再加上我们刚刚说的懒人包数字5 所以我的流年数就是8 大家赶快计算一下哦 我们接下来要请大家直觉选 什么呢 选这三组数字 请深呼吸 如果现在在你也先出现的是6 66和666三个数字 你的直觉会选哪一个 我们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如果你选完了 我们要来先跟大家解释 这三组数字 所分别代表的卡牌意义是什么 6呢 我们叫它天使聆听牌 当人们被物质或是金钱欲望绑架的时候 其实你会过度的害怕 甚至萌生看低自己的状态 但事情要达到完美 是需要天使地利 以及人和的三个重要因素都出现 不要轻忽祈祷的力量 像你守护的天使 许下你的愿望 他们便会回应你的祈祷 66呢 我们叫它静默安静牌 当人们遍体鳞伤的时候 其实会对于人性抱持高度的怀疑 并且不再期待被真心对待 但凡事都是两面人 往往伤害的 其实不是一方造成的 所以越是慌乱受伤的时候 其实你会要让自己先安静审视 这样你才会知道该怎样修正 才有机会遇到真正珍惜 疼爱自己的人 666是重回轨道牌 太过轻易或是快速成功呢 其实有时候会让人迷思在权利的金钱当中 这会让身边的人呢 慢慢地远离你 并且会关起跟你的沟通大门 所以呢 你要更加地专注 找寻生活当中的平衡 并且要时常提醒自己 不忘初心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在六月运势当中 如果你是抽到6这个数字 在流年1到9 分别的提醒是什么 如果你抽到的数字是6 那你又是今年的流年1 基本上财运即将渐入 曙光撑过就是你的咯 选到生命组合数6的你 可能会觉得啊 前面的努力并没有看到等值的汇报 请再坚持一下下 在流年播种期的时候 能量将会在下半年渐渐展露 如果你选择是数字6 而且你是流年2的人 选到好的团队 其实就等于你拥有好的资源哦 所以随着时间 你会越来越感受到 好运往自己的靠近 这个月呢 要多花点时间 在人际 以及团队的关心经营上面 因为呢 他们会带给你 更多意想不到的好机会 如果你是选择数字6 并且是今年流年3的人 要抓紧时机 找到成功的捷径哦 因为之前的一些小事物呢 让你在心中出现 怀疑自己的声音 但那些错误 是要来帮助你能够更精准的规划 你未来的方向 不要失去勇气 请大步的往前迈去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6 并且你今年的流年数是4的话 想要徒步的念想 应该正蠢蠢欲动者 过去的积累呢 是一定程度 让你有自信 且有筹码的来源 这样子会让你更不畏惧改变 所以内心想要有一些计划 也会逐渐越来越成熟 也会让你渐渐越来越明朗哦 先不要急着跟大家分享这一切 等一切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公开 以免呢 在最后一旅路的时候 杀出了陈咬金 如果你选择的数字6 并且你今年是流年数5的人 考验呢 是给具有能力的人 所以上半年 我相信 其实你过得并不轻松 时常呢 有哑巴吃谎恋的情况产生 但这个时候 千万一定要管理好 你自己的情绪 不要中了他人的计谋 更不要随机起舞 因为对付嫉妒你的人 最好的方式是 没有反应 如果你是选到6 而且你是流年6的人 考验是确定真心的最佳时刻 心境上的变化呢 你会有像做云霄飞车般的 上下起伏 这也是你迎接下一个成功前 最后在你的心资 跟梦想的确认期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段时间 检视自己坚持的到底是梦想 还是只是一个念想 如果你想要的数字6 并且你今年是流年7的人 发现最大的能量 其实就是你自己 经过坚守梦想的日子啊 你终于开始觉得自己 渐入佳境了 所以你身边终于开始出现 对的人和资源 甚至是好的机会 但切勿心急 一定要谨慎选择 因为最适合你的人 可能尚未出现 一定要耐心 并且放大眼睛 好好的观察 等候那个最适合的有缘人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6 并且你今年是流年8的人 不忘初心 用坚定的脚步 去迎接你的梦想 这段期间呢 我觉得你应该会出现一些 让你很心动的邀约 甚至是机会哦 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不太确定 到底是你自身的能力 还是帮你穿着影线的 这个介绍人 让大家对你产生了兴趣 甚至是让你拥有 越来越多的舞台 但要跟你说的是 请你不要怀疑你自己 因为你早就用你的实力 一点一点征服了大众 如果你是选择数字6 然后刚好你今年是流年9的人 不回应有的时候 其实是最美的答案 焦虑和烦躁的状态啊 近期时不时的 其实是会一直残绕的你哦 这样子的身心俱疲 千万不要仓促的 做出任何的取舍和决定 请再放一点点的时间 让身边的人来协助你 避免你个人因为烦躁 而做出不治之局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选到 生命数组合66的人 如果你选到的是66 以及你今年在2021年的 流年11的话 挥别过去 调整好你的状态 因为好桃花就在转角等候你 别用过去的感情呢 来惩罚你自己 要对自己多一些自信 并给身边的人 多一点点的机会 今年只要你 能够越打开心房 其实你越容易 遇到你的真爱 如果你选择的 生命数组合是66 然后你今年流年数是2的话 请多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 帮自己增加 遇到真爱的机会和可能 今年桃花源非常好的你 真的千万不要浪费 建议你要多通过互动交流 展现你的特质 同时你也能够吸引到 非常优质的好对象 那如果你已经是有对象的人 也建议你们一起参与一些聚会 因为在聚会的过程当中 其实更能够落进 你们彼此的心 如果你选择的 生命数组合是66 以及你是流年数3的人 在关系中 让自己多一点点 换位思考的意愿 会帮助你增加好运哦 整体运势其实都已经来到上升期 让你会不自觉 用自我的标准去判定 身边的人 这样其实有的时候 会给旁边的人 有莫名的压力感 跟你建议哦 当你要在分享前 可以先设身处地的 为对方来思考 你的建议的内容是很精准 但是是带着温柔 且理解他的方式 去跟他做很深沉的分享 因为这样子 你就能够收获对方对你的心 如果你选择的生命数组合是66 以及你今年是流年4的人 千万别穿上刺猬的防卫衣 让真的关心你的人 有机会走近你哦 你现在正在一个 抉择判断的路口 被强大的压力 我相信你是已经 有点喘不过气了 但千万别把这样子的压力 带到亲密爱人的身上 因为其实他们是 最支持你的铁粉 先放下你的武装 喘一口气 再出发 你才不会把一手好牌 打成一手烂牌 如果你选择的数字是66 同时你又是流年5的人 千万别听信甜言蜜语 要用自己的逻辑 来判断真假哦 桃花源不错的你哦 建议要拉长 观察的时间 因为身边其实有些人 蛮善于用谎言来包装 同时他是有目的 要来接近你的 但只要通过长期的时间 甚至是通过一些考验 他们就会露出马脚 所以切勿着急 因为好的观察 以及够久的时间 才能够让你远离烂桃花 如果你选择的数字是66 而且你今年的流年数是6的话 我要跟你说的是 朋友总是老得好 稳定的情谊 才能够增加你内心 更强大的安全感 所以不用特别积极 逼自己一定要融入群体当中 建议能够更专注的 在稳定且有共识的团体里面 帮自己收获正能量 你才能够更正向的去对抗 生活当中现在的困境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66 以及你是流年期的人 一定要聆听内心的声音 因为最强大的信念 其实就是你自己 独处呢 是你正在经历 生活困难后 重新找到能量的一个方法 所以建议每周啊 都给自己一天独处的时光 让你更能够用清晰的头脑 冷静的态度 让自己远离 有心之人设下的这些陷阱 甚至是污蔑 你也可以借此 拉到你跟他们的距离 如果你选的是数字66 以及你今年是流年8的人 要用真诚温柔的分享 让你能够成为 关系当中的引导者 给人稳定的力量呢 是你在这段时间当中 很常从身边的人 听到对你的评价 甚至是对你的赞美 这确实也是你今年 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成为别人的依靠 所以请接受 今年的mission在你的身上 并且用你本来就很高的智慧 体谅人的心情 去帮助你身边的人 让他们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如果你是选择数字66 以及你是流年9的人 在大量的沟通过程当中 确实消耗了你非常多的能量 所以适当的休息和设立 沟通停顺点 是你很重要的课题 因为你非常想要改善相处关系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展开了 但是有可能你沟通的对象 他还没有准备好 他还没有想要在这个时间点 跟你一起来面对 可能很沉重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在这样子追逐和沟通 没有这么对等的情况下 让你的身心 其实是非常聚疲 甚至你是想要放弃的 这个月6月的时候 你可能再面临一件事情是 我还要继续吗 我需要再跟他沟通吗 可以将你想要改变 甚至期待跟他沟通的事情 写下来 然后分享给对方 同时你也拉开一个等候的时间 比如说你给他一个月 两个月 让他去思考你的建议 甚至是你想要改变的事情 他能不能够承担 如果他给你的回应是可以 那我觉得你们就可以一起努力 反之 如果他给你的回应是 我不行 在接下来的下半年当中 你更可以知道 你自己在未来当中 应该如何去为自己规划 最后来跟他分享 如果你选到的数字是666 而且刚好你是流年一的人 真正的方向 其实是你自己走出来的 恭喜你终于摆脱 去年在职场上面的混乱 让你带着勇气 以及积极的态度 去影响今年的新任务 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因为还在一个所谓的调整期 所以中间必然会出现相对 让你觉得很受挫折的一些情况 但如果在前几个月的 你其实是没有放弃 并且有做到适度的调整 那恭喜你啦 在这个月开始 你就会迎来你这个项目 开跑之后的顺畅感 以及无比的成就感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666 以及你今年流年数2的人 社交手腕呢 其实只是一个工具 但最强大的实力是你的专业 善于在群体关系生存的 你啊 除了拥有非常会打理 人际关系的能力特质 也要提醒你的事 不要忘了 你让人家最能够相信 跟敬佩你的 其实是你的专业能力 高EQ是你的制胜要素之一 千万不要停下来哦 你要持续的去增加你的实力 当大家要来抢资源的时候 其实比拼的是硬实力 不要忘了 实时增加自己个人的专业强度 如果你选的是数字666 那刚刚你今天是流年三的人 借力实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位居职场核心的你啊 其实是需要全方面去考量很多的风险 所以呢 你要更善加规划 并且提前分工 让你的组织 甚至是让你的团队 能够一起跟着你将任务做大 做好 做深 让你们能够再下一层 并且迎来你们一起的事业高峰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666 那刚刚你今年是流年四 只要做完评估风险 今年任何的变动 都会帮你自己迎来新的机会点 在职场表现当中啊 其实你一直都是生活肯定的人哦 你其实有很多专业的表现 在这样的专业表现之外 其实你会延伸出很多业外的人来找你 甚至是你有很多接触不同面向的机会 在你长期累积的稳健的工作能力下 其实蛮适合 也蛮建议你在不影响本业的情况下 多多尝试 把握机会帮自己规划 后面三年的子押路 不论你是斜杠 或者是你要转换你的本职工作 今年都是一个很重要 而且很关键的考虑点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666 然后你今年是留年舞的人 建议你要多聆听前辈的建议 帮自己省去走冤枉路的时间哦 在最近的职场关系当中 你可能有点迷思咯 对于未来的方向 以及自己的职场价值 出现了一些疑虑和担心 建议你不要让别人的价值 成为你的价值 要坚持用你的专长和特质 成为你被认可的方法 这越可以多跟职场的前辈 或者是你认同的成功人士交流 并且花一点时间来提升你自己 心灵层面的自信和能力 帮自己找到核心本质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666 那你刚好今年是留年六的人 影像成功的最终考验 总有来了 称过成功就是属于你的 在职场运势 它是一个周期 这个周期其实是一个 很健康的循环哦 什么叫做健康的循环 就是当你迎接上坡时 其实同时你也要开始担心 低谷来临时 你的策略是什么 那反之如果你觉得 你现在正在面对低谷 其实也预告了你的反贪期 即将到来 所以把握这段时间的 练空期远离是非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666 那你今年是留年期的人 恭喜你渐入佳境的喜悦 其实是你前面不断累积 而得来的甜蜜成果 要先跟你说真恭喜 不论是在工作成果 以及在主管的评价上面 都逐渐开出甜蜜的果实 建议可以更踊跃的分享 你的建议 以及主动帮公司 进行风险控管的工作 这会让你更有机会 晋升小主管 或是带领专案的机会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666 那你刚好今年是留年期的人 收获甜蜜的成果时 也不要忘记 要开始为未来规划了 这场上的工程名就啊 基本上是你过去这几年 累积出来的成果 但在享受这个丰盛之余 其实也要开始思考 如何帮自己守住高峰 来开始布局 所以建议你可以多 跟不同领域 以及手握资源的人交流 并且请益 告诉他们你的想法 开始进行一些 小规模的合作案 帮自己打磨出 更好的职场规划 最后如果你是选择666 那你今年是留年久的人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 你现在可能觉得 自己是被困住 或是出现不被理解的情绪 但凡事要成 其实实际是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若你觉得大环境 和身边的人 让你觉得自己被耽误 或是被拖住的感觉 这其实是老天 也要给你的信号 希望你能够再缓一缓 因为可能在你现在的 这些合作的条件 甚至是权力义务上面 其实有一个很高的风险 是你没有看到的 建议你要再多评估 并且询问他人的意见 以上就是这一周 我们新单元每月运势的内容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周见